1942年5月底,一个巨大的噩耗笼罩着整个八路军部队,毛主席和周总理整日在房间内一言不发,彭德怀则整日深陷愧疚之中,而罗瑞钦更是在众军面前表示,今后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究竟所为何事,竟让红军所有将领如此悲痛不已,这一切还要从一位优秀红军将领的突然牺牲说起,1942年5月25日,为了掩护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撤离,一名高级将领被炸身亡,这位八路军将领就是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这一年的他只有37岁,他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左权牺牲的消息让毛主席周总理、朱德以及彭德怀等多为中共领导悲痛不已,可让所有人都对左权的牺牲倍感惋惜时,日口又对左权的尸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羞辱,这让彭德怀以及罗瑞钦等多为我党领导对日口深恶痛绝,为了替左权报仇,彭德怀亲自指挥,最终不仅实现了报仇血恨的目的,更是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企业, 左权将军究竟为何会牺牲,日口对他的遗体进行了怎样惨不忍睹的羞辱,彭德怀最后又采取了怎样的报仇方式, 这一切还要从日军1942年的那个斩首阴谋说起,今天伯哥就带大家揭开左权的牺牲真相,以及1942年那场鲜为人知的暗杀之战。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博览历史点点关注,极方便回顾往期精彩,又不会错过最新内容。 1940年8月20日,一场规模空前的中日正面对战正式打响,这场战斗八路军共投入了40万的兵力, 也是我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一次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这就是历史上人尽皆知的百团大战,这场战役虽然给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可也很快遭到了日军疯狂报复,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表现出的实力, 让日军很快把攻击重点从国民党军队转移到了我军身上, 日军对我军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可最后全都是一无所获。 就在港村宁寺一筹莫展之时,日本陆军第一司令严嵩义雄突然奉上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1942年初,在严嵩义雄的多日筹划之下, 一个代号为C号的秘密作战计划被承到了港村宁寺的面前。 这个秘密作战计划一旦被成功实施, 必将对八路军造成重创,甚至可能彻底瓦掘八路军的抗日行动。 而这个作战计划的目标只有一个, 破坏中共机关组织以及一切重要指挥机关, 暗杀所有八路军高级将领。 为了实施这一秘密计划, 日军特意组成了两支精锐小队, 分别是由义子仲雄率领的义子挺进队, 和由大川淘级指挥的大川挺进队。 这两支暗杀小队分别由四位领导以及一百名日军组成, 两支小队的任务非常明确, 其中大川挺进队的目标就是探查我军 1290指挥部具体位置, 暗杀或者活捉部队指挥员刘伯承和邓小平。 而义子挺进队的目标则是摸清八路军总部的具体位置, 为日军大部队传递情报, 借记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彭德怀和佐权等人。 为了顺利完成刺杀目标, 在两支挺进队出发之前, 严嵩义雄给每一名队员都分发了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照片以及简介, 一时间整个太行山一带危险重重, 杀鸡四伏。 1942年5月21日, 义子挺进队先与日军扫荡大部队出发, 挺进队的队员全都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不仅战斗素养高, 而且行动能力非常强。 这些日本特工伪装成八路军的模样, 光天化日之下, 在我军地带肆无忌惮的活动, 他们很快就摸清了八路军根据地的所在位置, 并且及时把消息汇给了负责扫荡的日军大部队。 对于日军的扫荡行动, 我军早已掌握得一清二楚。 5月24日晚, 趁着夜色, 八路军总部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可是八路军总部除了战事之外, 还有医院、党校以及商员等各种后勤物资, 所以转移速度非常缓慢, 一方面是义子挺进队的阻击, 一方面是遍布悬崖峭壁的山路, 整整一夜的时间里, 八路军总部却只转移了20多公里。 当总部抵达石子岭一带时, 日军的扫荡部队也彻底围了过来。 作为指挥机关, 其实驻扎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部队非常少, 总数还不足一万人, 而日军的扫荡部队却超过了三万人。 在兵力悬殊如此巨大的情况下, 硬拼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 在此千军一发之际, 彭德怀和左权却发生了争执。 按照彭德怀的计划, 由左权率领警卫营在最前方突围, 罗瑞欣率领着政治部紧随其后, 杨立三带领着后勤部队突围, 彭德怀则带着特务团掩护部队突围, 负责断后。 可是左权却坚持由自己殿后, 因为他和彭德怀都清楚, 殿后的任务最为艰巨, 不仅要保证机关人员的安全, 更要歼灭后边的敌人。 这也是彭德怀和左权发生争执的重点, 他们都希望把最安全的位置留给对方。 在争执过程中, 左权非常严肃地冲着彭德怀嚷道, 你是八路军总指挥, 你在,部队就在。 而彭德怀则坚决地说道, 我是总指挥, 我应该留在这里, 你快带人突围。 眼看彭德怀不肯离开, 左权冲着一旁的警卫营营长, 唐万诚喊道, 我命令你,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彭总的安全。 就这样, 几名警卫战士一起动手, 彭德怀被不情愿地架到了马背上。 自从彭德怀离开之后, 左权就一直指挥着部队, 跟日军进行战斗。 下午两点左右, 负责护送彭德怀突围的唐万诚等人, 再次返回。 他们向左权传递了彭德怀 已经成功突围的消息, 这让左权的心理顿时放松了不少。 可当唐万诚准备带着左权突围时, 却遭到了他的言辞拒绝。 作为一名八路军干部, 左权非常清楚, 他这次负责断后的任务 并非自己成功突围, 而是要保证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 都能够成功突围。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战斗, 左权带领部队终于突破了 日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可就在胜利再往时, 一颗炮弹突然落在了左权的身旁, 随着炮弹的炸响, 一位英勇的抗日民将 缓缓地倒在了炮火之中。 左权牺牲之后, 部队为了紧急突围, 使得暂时把一个黄色的背包 盖在了左权身上, 然后把他的遗体紧急隐藏在 石子岭一带的灌木丛当中。 很快,左权牺牲的消息 就传到了彭德怀的耳中。 刚开始,彭德怀根本不愿相信, 可当他看到左权的手枪后, 他整个人顿时陷入了悲痛之中。 面对着昔日挚有的死讯, 一向铁骨铮铮的彭总 也难以抑制眼中的泪水。 此时彭总内心的悲痛, 任何人都无法感同身受。 当日军的扫荡结束之后, 彭德怀立即派人到石子岭 找回了左权的遗体。 由于局势紧张, 彭德怀只是对左权的遗体 进行了妥善安葬, 并没有举行任何的悼念仪式。 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彭德怀很快就将左权牺牲的消息 报告给了组织。 一时间, 全军将领无不悲痛万分。 自从得知左权牺牲的消息后, 毛主席和周总理 整整一天都滴水未尽。 朱德总司令更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民将以身殉国家, 愿凭热血未无华, 太行好气传千古, 留得清章吐血花。 为了迷惑日军, 我军总部决定暂时隐瞒左权牺牲的事实, 在军报上只是刊登八路军遭到重创的消息。 可是令我军所有领导没想到的是, 日军为了打击八路军的士气, 竟对左权将军的遗体, 做出了一系列心狠手辣的羞辱行为。 在八路军总部成功突围之后, 一子挺进队依然不肯罢休, 他们仍然伪装成八路军的模样, 跟在我军的后方, 而在得知左权将军阵亡之后, 这群人开始在大山之中寻找左权将军的坟墓, 在摸清了左权将军的坟墓所在地之后, 日军不仅刨开了坟墓, 还打开了棺果, 把左权将军的遗体拖出来拍摄了大量侮辱性的照片, 随后扬长而去。 不久之后, 当彭德怀等人从日军的报纸上看到左权将军的遗体被日寇羞辱后, 他整个人怒气冲天, 全体士兵也是摩拳擦掌, 都时刻准备着让这群日军血债血偿。 1942年10月份, 八路军为左权将军举行了安葬仪式, 上百位八路军将领以及上千名普通群众参加了这场追悼会。 站在左权将军的临幕之前, 罗瑞卿咬牙切齿地表示, 这份仇不共戴天, 早晚要让这群畜生还回来。 作为左权的生死搭档, 在他牺牲之后, 彭德怀为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 在左权将军的墓碑上, 彭德怀亲自撰写了《左权同志碑文》, 碑文中不仅囊括了左权的一生经历, 更是充满了对左权成绩的肯定。 第二件事就是替左权照顾他的女儿左太北, 在左权牺牲时, 他的女儿只有两岁, 在战场上, 左权是令日口温风丧胆的汉将, 可在女儿面前, 左权却是一位无比温柔的父亲。 为了弥补左太北缺失的父爱, 彭德怀将军在打仗之余, 经常陪着左太北一起玩游戏, 而且左太北这个名字也是彭德怀帮忙起的, 甚至到了晚年的时候, 左太北依然这样评价彭德怀, 彭老总带我如同父亲一般, 而彭德怀替左权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报仇。 左权牺牲后不久, 又二九师在苏廷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40多人, 紧接着又成功袭击了日军的长治机场, 破坏了日军的三架飞机, 三辆汽车以及一座油库, 还击毙了八十八名日军。 可是单单是这些复仇行为还远远不够, 在彭老总看来, 只有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才能偿还左权牺牲的这笔血扇, 而导致左权牺牲的罪魁祸首正是一子挺进队。 1942年的除夕之夜, 日军正在酒店内举行庆祝晚宴, 宴会之上一子挺进队的成员一直为他们的战功洋洋自得, 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 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将全部尸首分离, 而执行这一大块人心行动的部队, 正是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一支暗杀队。 自从左权牺牲之后, 彭德怀就一直派八路军特务团团长欧致富, 密切关注着一子挺进队的一切动向。 与此同时, 彭德怀还在八路军内部组建了一支特殊的暗杀队, 从数百名暴民的战士中挑选出了最合适的30位, 而这支暗杀队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暗杀日本的一子挺进队。 1942年12月底, 我军截获了一个可靠情报, 称日本的一子挺进队大年三十晚上, 将在山西齐县的大德兴范庄举行庆功晚宴。 彭总立即向暗杀队下令, 务必在大年三十铲除这个毒瘤, 既是为左权将军报仇, 又是为了保证我军部队的安全。 为了成功执行暗杀一子挺进队的任务, 邦德怀指示八路军特务团参谋刘满河对暗杀队进行秘密培训, 不仅教会了每个人暗杀手段, 还传授了大家伪装技巧。 一切准备就绪, 我军的暗杀队在除夕夜前一天, 开始分批进入了旗县县城。 大年三十当晚, 大德兴范庄异常热闹, 除了日伪军之外, 还有不少生意人以及打工者。 可是, 令一子挺进队所有成员没想到的是, 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生意人以及老百姓, 其实都是对他们恨之入骨的暗杀队成员。 晚上十点, 当一子挺进队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之时, 刘满河仅仅一个眼神, 我军暗杀队所有的队员便同时掏出了腰间的匕首, 仅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子挺进队所有人都一命呜呼了。 在撤离之际, 刘满河还命令暗杀队队员把日寇的脑袋全部割了下来。 1943年大年初一的清晨, 一子挺进队成员的脑袋被挂在了旗县的城门之上, 与此同时, 太原、常治等的城墙上也出现了一子挺进队日寇的脑袋。 至此, 左权将军的大仇终于得报。 毋庸置疑, 左权将军的牺牲是我党以及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彭德怀将军的复仇行动, 不仅替左权将军报了这血海深仇, 更是让日军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爱憎分明。 也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左权将军一样的革命前辈, 他们以生命为代价, 捍卫了我们民族的独立, 以及国家领土的完整。 他们的事迹值得被我们永远怀念。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多多留言, 新朋友不妨给博哥关注, 博览历史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谢谢大家